曼聯 是現今香港最受歡迎的球會之一 傳統以來穿上七號球衣的球員 正正是代表著球隊的靈魂人物 而今次就一位曾經穿上七號球衣的傳奇巨星 來到賽馬會學界足球發展計劃的參與學校之一 基督書院進行探訪活動 你又猜到是誰 很厲害 他一開球馬上就射了一個籠 剛剛說他是球星 他就害羞 作為一個隊長 一個領袖 親和力很重要 我今天就很深深感受 說的是有神奇隊長之稱 曼聯名宿 白賴仁粒神 粒神再次重臨香港 探訪基督書院 和一眾師生們分享交流 和切磋球技 當然 不少得向他取經 怎樣才可以成為一位出色的球員 如果你想成為一位出色的球員 你必須要把自己的生命 你必須要練習 但一項重要是 你必須要享受 如果你享受你做 你必須要努力 努力練習 固然重要 而適合的訓練方法 就可以事半功倍 蔡博會學界足球發展計劃 讓小球員 體驗到曼聯式的足球訓練 練習的方式 比平常的練習 仔細了很多 我在這個計劃中 學好了我的基本功 以往可能的基本功很差 全控都不太好 現在學得好些 受惠的不只是一眾小球員 當中 曼聯足球學校駐港總教練奧拜恩 也將世界級的足球訓練方式 傳授給一眾教練 作為老師兼教練 我覺得最大的得益 就是我們發現到 原來曼聯式的訓練 無論對教練 對學員 都很有啟發性 他們從活動中 會想到很多不同比賽的情境 以至將他們平常訓練所學 用在比賽中 同樣是足球迷的馮校長表示 有幸參與計劃 期望教練能夠學以致用 令到學生得益 我最期望就是 我們的教練 學了這套計劃之後 用在我們學生身上 一個深火相傳 變成將學生的技術 態度 層面提升 希望更多的同學 對足球有興趣 基督書院完成這個年度 賽馬會學界足球發展計劃 而Lupson也勉勵一眾球員 即使日後足球路上遇到挫折 也不要輕然放棄 我認為這套計劃不太容易 做得到 有些時候會出現不好的時間 會出現不好的結果 或者會出現不好的傷害 你必須要回復 你必須要回復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一看 你會繼續努力 你會繼續努力 但你不能讓 失敗 你太多 你必須要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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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探訪活動的結束 Lupson也轉到另一間中學 來到星公會陳庸中學 這裡也有一個足球活動 但今次的對象就不同了 是一班充滿活力的小離子 香港賽馬會北區中學 女子七人足球聯賽正式揭幕 聯賽由賽馬會冠名贊助 和副社會企業主辦 北區體育會協辦 並得到香港足球總會支持 屬於全港首個地區性的 學界女子足球比賽 Lupson也親臨主持 開幕儀式 我認為這個 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尤其是女生的足球 在今天世界上 你回顧到 這年來的世界賽馬會 很成功 在電視上 有很多揮動 你必須說 女生的足球 在這個時刻 在世界上 是最大的發展 世界上最大的 非常棒 聯賽由七間北區中學的 女子足球隊國族 進行為期八個月的主合制比賽 設有最優價值球員 和神射手等獎項 而這個新穎的概念 是聖工會陳庸中學 師sir的一個儀式夢想 兩個特色裡面 第一個特色就是 有校友成分的參與 因為我覺得 校友生火相傳 其實對於每一間學校都很重要 也都令到那個學校的 校園凝聚力高了很多 第二點就是 主客制聯賽的概念 其實每間學校有一個主場 都是一個氣氛的帶動 其實我很想有一個願景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做到 就是北區每間學校 在自己的主場賽事裡面 都可以吸入一些非足球 非認識很多足球的同學仔 一起下來參與一下 聯賽的揭幕 小球員當然期望能夠力真殊榮 可以拿到獎 目標高一點 希望入到頭三 因為有一種新的嘗試 粒神也鼓勵這班本地女子足球的新力軍 努力邁向自己的足球夢 和大家周訪了兩個地方 看到曼聯名宿粒神的來臨 也看到踢足球是無分性別的 蔡某會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 未來也有很多精彩的足球活動 對足球有興趣的你 歡迎大家參與其中 和我們一起 足動潛能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